一阳千玺连续抱了少年的你 小红花 长津湖 春节当还有水门桥和奇迹 金鸡金像已经刷过一轮提名了 王俊凯手上有顾长卫的刺猬 李玉的断桥和陆川的749局 王源影视没有存货 现在在鼓道音乐了 而且四字这票房含金量很高 全是二番内主演 无任何拼盘电影客串电影加成 在我看来王俊凯最普通 他前期资源最好粉丝最多 后来唱歌演戏都弄不明白 王源好歹专攻音乐 最开始我以为一阳千玺的最差 因为有段时间曝光率明显不如另外两个 当时三字路连很多电影电视 有的还是大制作 王源又是综艺常客也还在唱歌两开花 直到近几年简直发力暴杀令二 主要是三字演技没修炼明白 王源音乐实力也没体现 一直综艺咖 综艺咖在全球艺人地位都是不如电视明星 电视明星不如电影明星 一直这样下去怎么可能撑得过令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Anfa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